日本恩格尔系数创40多年以来的新高 这说明日本人真的连饭都不太吃得起了吗 大家知道恩格尔系数吧 这个系数显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 在吃这个问题上要花多少钱 我们是有这个经验的 越是比较穷的国家 它越在吃上要花很多钱 因为你这个收入很低很低 有的时候你挣的钱都不够吃饱饭的 而越是富有的国家呢 它在这个吃上面花的钱越少 它可能有大把的钱要买房子买车子旅游等等 对于我国来讲也是这样 你说4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 咱们普通老百姓收入很低 那七年后八成后的童年 真是一周才能吃上一次肉 咱们父母的大把收入都花在吃上了 还吃得不太饱吃得不太好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恩格尔系数很高 一个家庭百分之七八十的收入都用在吃上了 可是现在不这样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虽然说这两年来经济形势不是太好 有人降薪有人失业 但是普通老百姓真的花在吃上的钱 比以往少了多的多 尤其是这两年我们还叠加通货紧缩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猪肉价格在降 鸡蛋价格在降 车房价格都在降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讲 你说在吃上花的钱的比率 那真比几十年前要大大降低了 所以我们的恩格尔系数也是与日俱降 但是咱们这个邻邦日本这两年来 遭遇到重大麻烦了 相关数据统计显示 日本的恩格尔系数已经创四十年来新高了 什么意思 日本老百姓在吃上花的钱 这两年比前些年要多的多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日本经济真的出现了大问题 日本经济先是来了个原始于22个月的贸易逆差 刚刚好转那么一点点 最近三个月又贸易逆差了 尤其是日本经济似乎是没有未来的 我们以前经常讲 日本经济靠什么 日本经济靠出口 日本这个国家典型的没有资源 没有能源 所以以往它是靠出口加工业 它从海外进口大把的原料能源 然后生产出工业制生品卖出去 可是大家看看这些年来 日本货在我们的市场上还见得到吗 硕果仅存的日本车 我估计三到五年之内会彻底退出中国市场 毕竟过去三年 它的市场占有率就从25% 急跌到了12% 不光我国呀 日本七大汽车厂商 根本没有手里拿得出手的新能源车 所以在新的时代 日本车绝对的落伍了 汽车这根经济支柱折断之后 大家想日本还有什么产业呢 尤其是这两年来的日元贬值 导致日本已经从30年来的通货紧缩 变成通货膨胀了 日本从海外进口大量的牛肉 民生物资 那都是拿美元结算的 那都是得花更多的钱的 所以日本老百姓才抱怨 他们超市之中 几乎所有物资的价格都在上涨 过往30年 我们可以说日本是停滞的30年 日本老百姓可以躺平 你这个工资不涨就不涨吧 好歹物资也不涨 可是未来呢 日本将面临工资不涨 而物价急升的状态 本来日本人在吃这个问题上 和韩国一样 就不算发达国家 而接下来呢 随着恩格尔西数的不断增长 这说明啊 日本普通老百姓在饮食层面上 又要多花钱了